好,接下来呢,我们是不是要 我们刚刚是不是转了一个角 得到这个B,转另外一个角得到一个C 所以我们用sequence,对不对 那一样的道理哦,我们这一次也是 刚刚我们是逆时针 这个你要记得,我们在数学上,物理上 我们只要逆时针转 都是正的角,顺时针 我们都是负的角哦 这个你要知道,好,所以你看哦 像我刚刚举的这例子,如果三条线 我们要首先啊,你看哦 这个它转哦,那等于说顺时针嘛 等于负α,对不对 负的这个圆形角α,就得到这个 所以一个负α 两个负α 就得到这个 三个负α 得到这个,所以我们要 刚刚我们只有两个点,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转三个点 所以是不是要,呃,要造成什么 这个刚刚是到i从n 到n-1,呃,1到n-1 现在从1到n就对了啦 好,那改成负α 这样会了吗 好,那我们现在把它缩小一下 刚刚哦,来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好,来,我按enter 来,我按贴上在下面 所以我刚这里哦 α把它刮起来 好,就改成什么 好,负的α 这样子,好,OK 那这一次呢,我们要改成n 好,OK,好,n用多了一个点 对不对啊,从1,从2到n 这样子我们按复制 好,那我们就可以贴上 哎,贴到哪里去了呢 好,刚刚的那个 GGB的档案 在这里 好,我们在这里按这个输入 好,Ctrl V 好,贴上,enter 哎,你看,是不是就有了 好,对不对 好,所以你看,从这个原本的a点 转负α 好,转负2α 转负3α 转负4α 这样就有了,对不对 好,所以现在点是不是通通都有了 好,你看,这样,然后越来越多 哦,这样子就很多,所以看你啊 我现在只有到第10条啦,对不对 好,OK 好,那问题是 现在要干嘛,你知道吗 就是 我,我要 我要怎么样 画那个 这个直径 对不对 啊,画直径 怎么画呢 好,老,老师哦 等一下再继续来示范哦 那同学先把影片按暂停 好,先把 刚刚的这个点 先给他做完哦 �随哦 然后再ể� 呢 你